嗨,我从萨米法奇学院,在这个视频中,我会告诉你,如何删除搜索和浏览活动,删除谷歌的历史,删除搜索历史记录,共致你与谷歌分享,删除各的历史。 您的搜索和浏览活动保存在您的微卜和阿普活动,当它被打开,并在你的谷歌账户,你的签字,您是在什么保存的控制,你可以将它删除,或断刊设定,只要你喜欢。 要删除一个项目的时间,访问微卜和阿普活动页面,您可能会被要求登录到您的谷歌账户,勾选您要删除的项目中,您可以删除项目的一整天,通过检查旁边的一个日期中,在页面的顶部,触摸删除。 要删除所有的历史,在右上角,触摸菜单,菜单,删除,高级,触摸所有的时间,删除,删除。 如果您想从一个特定的日期,删除项目,触摸日理在页面的顶部,要找到您想要的日期。 要控制您与谷歌分享,重要的是要了解您的私人数据很重要,就像你去的地方,而是请你搜索,从你的设备的信息,你的视频搜索图备上,帮助谷歌提供为你量身定做的经验。 你在这些设置控制,并且可以随时更改,在右上角,触摸菜单,菜单,设置,表现出更多的控制。 要清除所有的罗母浏览历史记录。 如果你登录到罗母浏览器,在多台计算机或设备,删除浏览历史记录将采取所有其他设备的影响。 你的历史记录,页面显示您在过去90天内访问了罗母浏览器的网站,它并不存储网页安全网站。 那些你曾经访问过在隐身模式下,或者那些你已经从你的浏览历史记录中删除。 在浏览器窗口的右上角,影机罗母浏览器菜单点击历史和最近的标签页。 历史记录,单击按钮清除浏览数据,将出现一个对话框。 从下拉菜单中,选择您是多么的历史要删除,要清除所有浏览历史记录。 选择刚开始的时候,检查况您希望罗母浏览器清除数据,包括浏览历史记录。 单击按钮清除浏览数据。 希望这些信息是有帮助的,感谢您的收看法奇学院。 请喜欢、订阅、分享这顿视频,并访问我们的网站fawziacademy.com。